今天想往生的人很多 真正能到极乐世界的人不多 什么原因呢 轮回夜深舍不得放下 头一个就是道场 道场见得越大越难放下 再就是什么 秦职 在家人的秦职是妻子儿女 出家人的秦职是徒子徒孙 想着这个念着那个 有丝毫放不下 就去不了啊 这是真的呀 还有恩恩怨怨放不下 那个人对我很好我没报 那个人对我不好我仇还没报 还有恩怨没放下 那怎么能去呢 那极乐世界是清净过度啊 这些东西是染物啊 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大众 决定不容许你把染物带到极乐世界 你得把这些东西处理的干干净净 身心清净 一尘不染啊 你才能去得了啊 这一桩事情是大事 比什么都重要 什么时候干 现在就要干 因为不知道灾难什么时候来啊 灾难突然来怎么办 我还想这个想那 这没有方向 那没有方向 就去不了了 那你随意也流转了 又搞轮回了 什么时候呢 现在就放下 放下 是心里放下 是没有关系 是没有障碍 最重要是你的心 心里头就不再挂念了 没有这个念头了 也就是说 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了 明文立养的念头没有了 对于无语流程的享受没有了 喜怒哀乐气情的牵挂没有了 贪嗔痴吃慢衣 大幅度的降温了 你往生就有把握 什么时候往生都没障碍 如果这些垃圾东西还有 你一直都想想啊 你往生没有把握 这是愚痴 这是烦恼 习气 虽然 虽然 极乐世界 主张是待业 待业是只待旧业 不待现信 最后一口气还没断 还有牵挂 那不就完了吗 所以 真正有把握 平时就淡薄了 紧急关头 心里头只有佛号 除佛号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个人决定的神 用什么方法来练习 我有个方法 用了好几年了 有一点效果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每一天晚上上船睡觉 就想着我死了 那还出风险呢 一直在练习吗 练习死吗 每天晚上练习一次 所以到真实 就很平常 天天都以这个样子 什么都不像了 这个方法 虽然很笨拙 但是它有效 人到死的时候 你什么能带去 眼前的东西油很好 没有也很好 全部放在心上 就对了 有一桩放在心上 那都是你的麻烦 障碍你 清净心 障碍你往生的工作 平常要淡薄 每天睡觉的时候练习 彻底放下 不再放在心上 真地像中风禅子所说的 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我心 我心记事阿弥陀佛 应时轮回一身 这个神要应我 不要喜欢他了 天天去打扮他 天天那么爱惜他 麻烦可大了 这圣明说 证明你舍不掉 舍不掉他了 这最大的障碍 能舍才同灯极乐病 舍不了那就不行